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完成刚刚讲的那个Booking ID 这个部分 ID部分我刚刚讲过 它基本上也会有总共有四个部分的资料 各位其实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个单元 里面的那个就是叫饭店管理的这一个部分 那当然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有关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OK 那其实这道题我是觉得它有点像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那资料库的概念当然 第一个一定要建资料库里面建资料表 那资料表其实有点类似Excel里面的工作表 那资料库其实就等于是一个Excel的档案就是工作簿 那当然首先我们要先产生资料 比如说要先把一些记录记录下来 那最后当然呢 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一定要产生一个ID 那个ID的话基本上有个特性就是理论上都是不能重复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产生一个编号 然后呢我们又可以这个编号里面有相关的特征 也就是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的去思考 也可以从编号里面大概知道这个编号背后代表的意思 那另外如果要查询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编号去把相关资料 比如说从可以知道编号那我就可以带出其他的资料 那这个编号有点像是什么 像你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他扫一下就有个扫条码 扫条码其实也会带出相关的资讯啦 那扫条码其实就是他里面 其实扫条码就是输入他的编号 那编号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他会自动把那个 比如说扫条码那个商品上面背后代表的 比如说他的品名他的单价 然后等等的相关讯息呢 顺便都会带过来 所以你在结账的时候很方便 这个东西多少钱 这个东西多少钱 全部帮你做加总 那就可以做结账的动作 那其实在这里也是类似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规则 可以产生一个编号 那这个规则的话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尽量不要重复 然后通常会用那个什么 用一个减号当分格符号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边呢 我们就各位可以参考第三页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那不然我就用缩写 因为缩写的话可以 一看就知道哪一个饭店 如果你熟悉的话 然后哪一天check in 我一看他是1月6号 不用年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当年度的 然后再来的话3 指的就是他住了几天 不是几晚 比如说三天两夜 那当然就住两晚 可是其实上住三天 那我们要三天 然后他的first name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产生这个编号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将来当然你们如果要把Excel 拿来当资料库的话 那当然你在建完这个栏位输入之后的话 那记得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也要在同样的自动建立 所有的那个编号 OK 那这个编号部分的话 当然最好你可以先想好 或者你后面再加进来 其实也没关系 那理论上都会放在所谓的第一个栏位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通常会放在所谓的那个第一个栏位的地方 那这个第一个栏位部分的话 主要是搭配什么 配合那个 主要是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V路函数 V路函数查的话 只能够查第一栏 这个地方可能 要这个特别小心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 这个刚刚讲的规则 一个一个来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要先查到 它的缩写 然后在check in的日期 然后在几晚 几晚的话就是 不是,几天 就是把check out日期减掉 check in日期再加一 加一 因为减完之后是几晚 那当然我们要几天就加一就可以 然后再加上它的first name 基本上就可以构成 我们要的那个booking id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了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缩写 那缩写部分的话 基本上这个资料是在 公式里面的名称官员 刚刚有提到就是 在什么hotel detail 这个名称里面 那它指向的就是在 这个什么呢 hotel的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有点像是观点式资料库 我查到这里 那我一定是查第一栏 然后带资料的话 带这个其他栏 比如说带第二栏资料 所以我一定要缩写在第二栏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可以利用这个hotel名称去查 那查的方式当然第一个 插入函数的时候 我们用那个 就是在这个查月与参照这个类别里面 那我们找到所谓的V6函数 然后按确定 那前面也用的蛮多了 那查什么呢 查hotel的名称 去哪边查 按F3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对照表已经帮各位键好了 所以你只要按F3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定义名称的对照 那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名称叫做hotel的detail 那我们基本上用它 按确定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 这个右边的部分 那如果是一个范围一定是大瓜糊 所谓的阵列 然后呢 第一个 第一个资料 痘点第二个资料 痘点第三个资料 一直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 它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 又一个循环 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 OK 那我们要查一定是查 所谓的第一栏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不知道 这个表格在哪里 你可以点第三个参数之后 再点回去 那你会发现它会跳回来 让你知道在这里 OK 你再点一下这边 它又跳回来 OK 然后呢我要得到的是 这个里面的 比如说我要查 那我查到的资料 我要第二个栏位的资料 因为123 我要第二栏的资料 请你帮我把第二栏的资料 缩写带回来 那第三个是比对方式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不要的话是0 要的话是1 其实说False也可以 你打False也可以 只是打0会 其实少很多字 那 那再来的话我们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会把缩写带回来 OK 这个就缩写 当你向下填满 理论上应该也会把其他的饭店的缩写 通通带回来 除非说它这个饭店给的资料是错误的 如果错误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NA 表示说 找不到 not available OK 所以第一个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END一个什么 END一个-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 OK 好了 打勾 缩写- 然后呢 它哪一天入住的 check-in日期 所以后面的话呢 就是什么 用这个 可是这个我不要全部啊 如果你END它的话 假设你END 它当然会带过来 END它 但是它带过来的话 会是一个数字 不对 对 那我前面讲过 其实在ESALE里面呢 当然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它跟1900年相差 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什么呢 月跟日 而且 我要4码的话 那这个地方 你们就要想到 有一个 前面用过一个 函数 叫什么呢 叫TES 插入函数 你可以看到 那你如果第二次再插入函数的话 我把第二先删除好了 如果你这边要加TES 你可以自己打 那除了自己打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前面这个箭头下拉一下 然后找到其他函数 那因为我是放在文字内 所以找一个文字 里面的话找TES T开头的 TES 那你可以看到 那在TES 里面的话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下什么样的 格式化语言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 那理论上其实它有一些相关 比如说其中 关于日期部分的话 这边就会有什么 DDD 就是星期期 那如果是MMDD YY 那就是 那个什么 那就是 日期格式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 当成参考 MM的话 基本上 那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月 那DD的话 那当然就是它的日 所以其实如果我要格式化这样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利用这个TES 加进来之后 那Value的话呢 就check-in的日期 那我只要什么呢 FormatTES 记得双引号先给它 因为它一定要是TES 移到中间 然后加上什么呢 MMDD 这样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MMDD 如果你加一个M的话呢 它如果各位数字 它不会自己补0 它变成106 那如果DD 你没有两个的话 那变16 就是1月6号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要自动 各位数字自动补0 很简单 你就是加一个M 它就会 如果各位数字月份的话 那自动补0 当然呢 如果两位数字不一样 就是两位数字不补 然后呢 D也是一样 所以呢 如果我要刚好 0106的话 那就加上MMDD 这样就OK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它要的编号 那第三个要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 它要住几 不是几晚 几天 所以呢 一样 在AND AND 一个减号 然后在AND 什么呢 在AND 后面呢 就是把checkout的日期 再减掉check in日期 那减完之后打勾 你会发现它就两晚 可是我不是两晚 我要三天 所以记得加1 因为我要天 不是要晚 OK 所以打个勾 这样就变成3 OK 那再来它的first name 所以再来的话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AND 然后呢 后面就是直接给这个first name 资料带过来 再打个勾就可以了 不过 还少一个东西 少一个减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AND一个减号 然后再AND 就是它的first name 打个勾看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长这样 记得 里面呢 不能有任何的 一个部分资料错 如果一个资料错的话 那我们将来在bill list里面呢 就会查不到资料 所以特别小心 每个地方一定都要完全正确 那 基本上答案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 我叫我那个 云端白板 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长这样 LE 0106 然后3 然后它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 它的first name 最后请你把它点两下 其他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查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的总表 基本上就完成了 总表部分的话 最重要就是那个bookingID 我们就产生了 那产生之后的话呢 假如我要查资料 比如说我要查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呢 到底 这笔订单的编号 到底住的人是谁的名字 名字部分的话呢 当然呢 如果我们从ID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端倫 就是它的first name 但是呢 它的sername没有嘛 所以基本上 这个名字 必须要把first name 跟sername都要显示出来 然后住几号房 这里没有几号房 但是你可以从 这个编号里面回推 查到这个编号之后呢 诶 就可以知道呢 它是住几号房 那其他还有什么 住几晚 不是几 几晚 其实也可以从check in check out 查出来 那price的话呢 price这个可以查 里面有price 它这里面没有price 但是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 可以查到price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公式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这边有没有跟price有关的 诶 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hotel detail里面 的下面 有一个叫做lookup price 诶 price的话把它点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它会告诉我们说 这边的话呢 我有把所有饭店的缩写 加上它的哪一个房间的价钱 都标在这个名称里面 所以定义名称里面 其实它已经关联到 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对照表 它应该是在hotel的这个里面的e跟f 这两个栏位 也就是说我只要知道 我只要能够什么 先产生缩写加哪个房间 我就可以查到它的那个房间的价格 那如果我知道价格的话 那接下来当然我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知道说它的amount amount的话就是它住几晚 就是把这两个箱层就是amount 就是它的 比如说一个晚上2000块 它住了两个晚上 那这样两个箱层不就得到amount ok 那这样基本上呢 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那个查询动作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一个部分 就是分别呢 总共会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缩写 那我们是利用什么 video函数 去查这个 这一个定义名称 那个hotel detail 的第二个栏位 那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check-in日期 记得mmdd 这里一定要透过test函数 然后第三个是住几晚 把checkout日期 减掉check-in日期之后再加1 那最后呢 再把first name 带过来 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的编号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编号部分呢 先产生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就是bio list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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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